2022 台湾灯会在高雄 市长陈其迈公布灯会主视觉 设计借由一束光源 几何构图成一个正在发光的高置 以缔分的色彩 呈现高雄城市的热情爽朗 与灯会作品的精彩多样 明年会有两个主场馆 一个是在卫武云 一个是在爱河湾 那最主要是着眼于 这个整个光的概念 那从过去的高雄灯塔 大概已经有100多年 那以点亮 台湾点亮高雄 作为设计跟视觉的 规划的一个出发点 灯会整体规划在两个主场馆 分别在卫武云及爱河湾 考量疫情人流 以更宽广的腹地 来连接城市交通 从国家级文艺艺术中心 到未来5G AIOT亚湾区 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亮点 在灯区选择 及视觉主设计 皆以发光高雄 聚光台湾为核心 那从整个规划 希望说能够 当时也希望说 因为一方面考虑到说 疫情的原因 所以希望说这个腹地 只要能够更大一点 那再连接我们的 城市的一个交通 那以从过去到展望未来 城市的一个转型 能够在我们两个不仅在卫武云的 这个国家级的文艺艺术中心 那跟我们未来的5G AIOT的亚湾区 作为我们城市发展 城市转型的一个亮点 所以灯区的选择 跟整个视觉的主设计 都希望说能够用 点亮高雄展望未来的一个概念 所以跟过去那种传统的灯笼 这个在设计的部分会比较朝向 这个现代主义的方向这样来设计 陈其迈表示 这场灯会既是发光也是聚光 让世界看到台湾高雄 正闪耀的城市能量 而整体构图更像是一个发光的高制 让人一言明白灯会将在高雄登场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